农历年前将至正是合家团圆 一同享天伦之乐的佳节 在高雄市仍然有许多弱势的长辈 无法享用到热腾腾的年菜 与家人一同过年 高雄仁爱扶轮社得知此消息之后 由社长高树珍号召全台14个扶轮社的力量 特别于1月21号在市府四围路前广场 任逐高雄市以及偏乡地区 共1800位独居长辈爱心年菜 高雄市市长陈菊指出 市府结合民间团体温馨送年菜 给独居长辈的活动已经有5年了 像今年就有1800位长辈 能吃到热腾腾的年菜 与大家一起过年 此外从87年开始 市府也结合民间资源 提供独居老人的关怀服务 运用187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定期提供长辈协助 房市等多项服务 城局也特别感谢数千名的志工 热心加入关怀行列 让长辈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与年节的气氛 虽然天气是这样凉湿湿 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制度 所有的事大附落 大家心肝都很熟悉 很感谢 让我们的中备 可以去感受就说 过年过节这种的气氛 这我们的社会有温暖 我感觉我们市政府要跟大家说 祝务来祝福来祝福 我们过年期间 我们也有专门 在专门 如果需要协助的中备 他都可以随时拍 1999的电话 和113专案 这个电话 我们这个中备有什么问题 说过年不知道要找什么 你就拍这两个电话 我们市政府 我们有专门 对这些中备所面临的困难 丁净 我们都可以做 很好的照顾安排 高树珍也跳出来 邀请社会大众 一同来参与幸福年菜 扶老穿越的公益计划 帮助独居老人 让他们能过好年 也将社会的爱心 分享给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很多人都很谢谢 很欢迎 我三金卫雪 祝我们很好的 我们现在 我们这都给自己人 给自己一个苦人 好 这些人这都给自己人哭 给自己做 没有我没办法 很好的就对了 记者黄库峰 陈宇军高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